点火仪是大猜想 开幕式巡游的终点在位于埃菲尔铁塔背面的特罗卡德罗广场 而最好的火炬无疑就是埃菲尔铁塔 如果能够用灯光或者投影的技术将火焰投射在塔尖 这样的点火仪是不是也别样的风情 科技和未来俨然成为了奥运会的又一个主题 试想谁能够点燃如埃菲尔铁塔一般的巨型火炬呢 或许巴黎会致敬杭州亚运会采用巨型数字人去点燃圣火 众所周知法国送给过美国一座巨型自由女神像 但是鲜有人知美国也曾回赠给法国一座mini版女神像 其位于塞纳河中人工小岛天鹅岛 这座女神像同样收取火炬 或许圣火将会以穿越时空的形式从女神手中点燃 五年前巴黎圣母院遭遇火灾 如今已经几乎修复完成 浪漫的法国人会不会用虚拟或者投影的技术 让火焰再一次重现圣母院 用这样的方式让这座第三次举办奥运会的历史名城 再一次浴火重生 此前有媒体爆料 齐达内或将成为圣火传递的最后一棒 所以巴黎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仪式 有没有可能和足球或者齐达内相关呢 或许齐组会再次展示自己精湛脚法